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王子 亲爱的公主 可你应该要在荆棘丛里待上一百年才对啊 我刚才已经待得够久了 谢谢 妈妈现在变成了一棵黑莓树 我还以为只有我会碰上这样的事呢 站好别动 我们来摘你的黑莓了 快把这些摘好的水果带回去给猪奶奶吧 奶奶 奶奶 妈妈刚刚进行了一次冒险 然后妈妈摔进了灌木丛里 她的样子非常滑稽 她还不停地叫 啊 救命啊 救命 最后是爸爸把她救了出来 故事结束了 谢谢你 佩琪 我想这个故事大家可能都已经听腻了 可是这个故事很有气呀 我想从现在开始 我都不会再想看见黑莓了 那你想不想吃苹果黑莓的酥皮点心呢 这个嘛 嗯 真好吃 猪妈妈喜欢吃苹果黑莓的酥皮点心 大家都喜欢吃苹果黑莓的酥皮点心 我喜欢大地 我喜欢海洋 我喜欢苏西 和我一起跳 我喜欢拼 我喜欢胖 我喜欢苹姨 和我一起跳 我知道了 我们来比一下 看谁能连续跳绳跳的最多 我来数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苹姨赢了 真是太棒了 太棒了 太棒了 贝德罗 你想来跟我们一起跳绳吗 不是的 贝奇 我在玩呼拉圈呢 摇啊摇啊摇摇摇摇 转啊转啊转转转转 呼拉圈 呼拉圈 一 二 三 哦 你一次可以连续转几圈呢 一百万零三个 哇哦 转的可真多 我们来帮你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你只转了八个 我感觉有点累了 剩下的我一会儿再转吧 你会不会转呼拉圈 艾米丽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转 大虾艾米丽在用自己的鼻子转呼拉圈 太棒了 我觉得你刚才可能转了一百个 乔治想要玩跳山羊 乔治喜欢玩跳山羊 大家都来玩跳山羊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游戏时间结束了 佩奇的朋友小羊苏西来了 嗨 大家好啊 你好苏西 我们在玩我们的玩具船呢 这艘是我的快艇 它需要上发条吗 不用 它是用电池的 苏西的快艇只需要依靠电池 哇 这艘快艇真不错 对不起 鸭太太 小狗丹尼和他的爷爷来了 大家好啊 你好丹尼 你们看 我爷爷给我坐了一艘名轮船 哇 不错啊 真是太厉害了 它要怎么前进 它是靠蒸汽行驶的 我只要打开这个小小的开关 哇 真是一艘奇妙的名轮船 小兔瑞贝卡和他妈妈也来了 嗨 大家好 你好 您好啊 瑞贝卡 我们正在一起玩船呢 我真希望我也有一艘船 小兔瑞贝卡没有船 我有一个主意 我正好带了我的报纸过来 我只需要一张纸 哪页是我们不要的 新闻版 体育版 哦 对了 时尚版 不要用我的时尚版 好吧 那我们就用商业版的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 我经常会用报纸做手工 就像这样 猪爸爸要做什么 我要做一艘船 猪爸爸用报纸做了一艘纸船 谢谢你 猪爸爸 乔治也想要一艘纸船 我想可以用体育版给你做艘纸船 能给我也做一艘吗 我也要 苏西 我们共用一个帐篷吧 我已经答应了和苏姨用一个 哦 对不起苏西 我已经答应了和瑞贝卡用一个 瑞贝卡 你已经答应了和我用一个 哦 是的 艾米丽 你要和谁共用一个帐篷呢 我选苏姨 好的 好了 我们可以共用帐篷了 好的 好了 现在我们需要用树枝来搭一个篝火 那我们去找树枝 但应该让我和佩德罗去找树枝 好啊 你们大家可以一起去找树枝 佩奇和朋友们去为篝火收集树枝了 坐得好 到了晚上 佩奇和朋友们一起坐在篝火旁 孩子们 我们一起来唱首歌怎么样 好的 我们来唱乒乓歌吧 哦 这首歌我不太熟悉 拜托了 林阳夫人 唱一首乒乓歌吧 那好吧 novel, start we're playing our tune and we're singing our song with a bing and a bong and a bing bong bing boo bing bong bing bing bong bing di bong di boo Grful bing boo bing bong bing bing di bong di boo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孩子们,现在该睡觉了 晚安啦,孩子们 晚安,宁宁 佩奇和松西睡在他们的睡袋里 我有一个手电筒 我也有一个 注意啦,孩子们,时间不早了,大家快睡觉吧 你好啊,佩奇 你好啊,苏西 在幼儿园里玩得开心 再见,妈妈,努力工作 杨女士,你要工作吗?还是只要玩? 我今天会非常努力地工作的 我一会儿去健身房 你在健身房里干什么呢? 跑步,跳高,还有跳绳 妈妈,你这可不算是工作 你这是在玩儿 佩奇和苏西到了幼儿园 嗨,大家好 你好啊,佩奇 你好啊,苏西 好了,孩子们 今天我们要来玩开商店 谁来做商店的主人呢? 我 佩奇和苏西,你们来做商店的主人 其他人呢,可以做客人 佩奇和苏西准备来开一家假想的商店 佩奇,我们要来做点什么呢? 我就来负责收钱吧,苏西 你呢,就负责拿东西过来 好的 小狗丹尼是第一个顾客 你们好啊,老板 你好啊,狗先生 能给我来点饼干吗?谢谢了 苏西,我们这里有没有饼干呀? 没有,但是我们有一个玩具电话 那这个电话要多少钱呢? 这个玩具电话的价格是一百块 谢谢你,好了下一位 你们好啊,老板 能给我来点面包吗?谢谢 没有,但是你可以考虑买这个玩具房子 你想要把它放在袋子里吗? 好的,谢谢你 总共是一块钱,谢谢 哦,但是我没有这么多的钱啊 你下次来的时候再付给我们吧 天呐,这就是努力工作 是的 你们好啊,老板 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价值一百万的东西呢? 你好啊,我是小杨苏西,请说 苏西,是我呀 你现在可以来我家吗?现在 好的,佩琪 那么我可以穿上我的护士制服吗? 可以,但是你要快一点来 再见,苏西 我一会儿再来 快进来,苏西 我一会儿再来接你,苏西 乔治,理查德 苏西护士来了 苏西护士说 这里可不是恐龙乐园 而是一个医院 是医院的话 就必须要保持干净和整洁 这个卧室不再是恐龙乐园了 而是变成了一个医院 我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 嗯,这只恐龙看上去好像生病了 我同意,医生 恐龙身上的绿色很像生病的颜色 它必须要上床休息 还有这只恐龙 它的紫色看上去也像是生病的颜色 没错,医生 它也必须要上床去休息 恐龙 不要吵 在医院里要保持安静哦 火车啾 现在卧室不再是医院了 又变成了火车站 不可以这样 仙境里面是没有什么火车的 知不知道 哦,现在的卧室是仙境了 只有漂亮的东西才能够出现在仙境里 你们两个怎么突然空了呢 乔佩和理查德他们想玩恐龙和火车的游戏 但是佩奇和我却想玩医院和仙境的游戏 嗯,我看到外面的雨已经不下了 所以呢 所以,或许你们就可以出去玩了 但是他们喜欢玩小男孩的游戏 怎么了,佩奇 我不会吹口哨 但是其他人都会吹 不要难过 我在做饼干呢 你想要舔一下勺子吗 哦,谢谢妈妈 请问我可以给小杨苏西打个电话吗 好的,佩奇 你好啊,朱太太 你好,杨太太 请让苏西和佩奇说话 你好,苏西 你好,佩奇 你在干什么呀 我在学习吹口哨 但是我还没有学会呢 嗯,听上去好像很难啊 根本一点都不难 嗯,你会吹口哨吗,苏西 不会 太好了 我是说,很遗憾你不会吹口哨 但也很好,因为我也不会吹 到底什么是吹口哨啊 你把你的嘴唇撅起来,然后吹气 像这样吗 在吗 佩奇 饼干烤好了 哦,太好了,有饼干 还很烫哦 你应该先吹一吹 你不想吃点饼干吗,佩奇 不用了,谢谢你妈妈 我现在就想自己一个人到外面去走一会儿 你会吹口哨了吗 我还不会吹 爸爸,我永远也学不会吹口哨,永远 那么你练习了吗 当然,很多次,但是一点用都没有 你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佩奇 来,吃块饼干,小心烫,你应该先吹一下 哦,什么声音啊 听上去好像是口哨的声音 吹的曲调真好听 佩奇学会怎么吹口哨了 我会吹口哨了 小杨苏西穿上了她的护士制服 不要担心,我只是假扮的护士而已 请把舌头伸出来,然后说啊 啊 这里是小兔瑞贝卡的家 请问你是哪一位呀 我是兔妈妈,家里一切都还好吗 是的 好的,因为这份工作我得做一天了 那么兔小姐的其他工作要怎么办呢 咱们需要太多朋友了 这里是兔小姐的冰淇淋店 爸爸,你为什么会去买冰淇淋呢 哦,佩奇,我本来要去健身房的 突然觉得买个冰淇淋也很不错 兔小姐她现在生病了 今天需要你来替她买冰淇淋了 我可是很擅长卖冰淇淋的 能给我来一个樱桃味的冰淇淋吗 这个是草莓,这个是香草,这个是巧克力,这个是香蕉 请帮我在上面加上开心果和草莓 草莓在这儿 哦,怎么都化了呢 要不然给你来个冰淇淋汤怎么样呢 这里是狗爷爷的维修服务电话 兔小姐她现在生病了 你今天能不能替她去开公交车呢 当然可以配起 所有人上车 杨妈妈的车出现了问题 这里是狗爷爷的维修服务电话 麻烦你来帮帮我吧 我马上就到你呢 为此造成的不便我深感歉意 很抱歉给你们的出行带来的影响 请你们原谅 开公交车还是挺难的 哇,匣子 说得没错 一直说个没完 一直说个不停 一直说啊说啊说啊 你的嘴从来都没有停过 只要我愿意的话 我就可以一直不说话明白吗 不,你做不到的 可以,我可以做到 你做不到的 我可以做到 你做不到的 好了,够了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说话了 你好啊,苏西 你好啊,佩琴 你好啊,苏姨 你今天真漂亮啊 谢谢你,苏西 这条是我的新裙子 奇怪,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佩琴 就是啊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佩琴 嗯,这个游戏太没意思了 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啊 苏西说我是个话匣子 他还说我永远都不会安静 你现在就不这么安静啊,佩琴 不是吗 够了,我再也不会说话了 永远都不会了 就从现在开始 你们大家好啊 你好,丹尼 你好,丹尼 佩琴,她这是怎么了 她再也不说话了 她再也不说话了 哦,谁想要吃葡萄 我想要吃,我也想吃 嗯,你不可以点头的 这算是作弊了 而且你也不能眨眼哦 你们大家好啊 你好,佩戴罗 佩琴,她这是怎么了 她永远都不再说话了 永远都不会了 为什么 因为她的话实在是太多了 胡说,我才没有说那么多话呢 那么你呢 你还总是像这样走路呢 哦,看看我 我是笑羊苏西 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而且你还会这么说 密奇马七步八步 我才没有像你这样呢 这个样子是有那么一点像你 苏西 苏西,你其实也和我一样吵 我可以很安静的 这可没有那么容易 看,土豆先生来了 土豆先生 哦,原来是佩戚来了 哦 你们大家好 你好,佩戚 苏西以为你是土豆先生呢 我看上去 一点都不像土豆先生 没错 你的个头太大了 土豆先生的个头 可比我还大呢 才没有呢 它只是一个土豆 而土豆就只有这么大 看哪 土豆先生来了 土豆先生来到了小镇 请欢迎你们的朋友 我,土豆先生吧 哇 哇 大肯定的土豆啊 我宣布这个运动中心 开业 非常的不错 我们必须都运动起来 而且每天都要吃水果和蔬菜 我们该吃哪些呢 土豆先生 苹果 橙子 胡萝卜 番茄 还有土豆 哦 你为什么不像那些正常的土豆那样小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土豆 你看它还有腿呢 正常的土豆是不会有腿的 它是一个超级土豆 我们每天早上都看你的节目 非常好 记得把你们的画都寄给我 我们会的 佩奇和她的朋友们在幼儿园 孩子们 今天我们要来为土豆先生画一张画 好高 我画了一个菠萝 我画了一根胡萝卜 画得很好 你画的是什么 艾米丽 一颗豆子 真不错 那佩德罗呢 我画的是超级土豆 哦 我知道了 乔治画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番茄 哎哼哼 杯子里的水没有了 谢谢 轮塔艾米丽了 我要给大家表演树笛 你的才艺是什么 瑞贝卡 我可以用鼻子发出特别的声音 只有我踮起脚尖 才能发出刚才的声音 他的才艺好厉害啊 没错 那我该表演什么 坎迪 你的才艺是什么 跳绳 我也准备要表演跳绳的 不过我还可以表演跳舞和唱歌呢 我的才艺是唱歌 一闪一闪亮晶晶 没关系 我还可以表演跳舞 小杨苏西 你的才艺是什么呢 跳舞 不行 你不能跳舞 哦 糟糕 跳舞本来是佩琪的最后一项才艺 刚才你们大家表现得很好 而且你们选择了各种不同的才艺来表演 现在还有谁没表演呢 佩琪 我本来打算跳绳唱歌或者跳舞 但是大家都表演过了 佩琪 才艺可以是任何事 但是看电视可不算是一个才艺哦 好好想想 有什么是你非常想做的 我知道了 我有一个才艺 而且我非常擅长 正想知道佩琪的这个才艺是什么 我的特殊才艺 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擅长的才艺 就是在泥坑里面跳来跳去 高 你不要乱说佩琪 那不是李奥说的 那是你说的 李奥喜欢吃的是巧克力蛋糕 我这儿没有巧克力蛋糕 她想吃水果蛋糕吗 她说她可以先吃一点试试 猪妈妈给苏西的假想朋友切了一块蛋糕 乔治在和恐龙先生玩 恐龙 乔治 你坐在李奥的身上了 乔治不知道苏西有个假想朋友 狮子李奥说 这块蛋糕她吃不完了 请乔治把它吃完吧 我们现在能去楼上玩吗 可以 我们来玩打扮的游戏 我刚才是在问李奥呢 哦 哇 李奥说 她喜欢玩打扮的游戏 很好 来吧李奥 佩奇和苏西开始玩打扮游戏 佩奇要扮成仙女 我准许你许一个愿望 我的愿望是我要做苏西女王 那么狮子李奥就来做小丑吧 李奥他不想做一个小丑 他想要做一个国王 猪爸爸进来了 猪妈妈告诉我 有个很特别的朋友来找你玩 就是我的朋友苏西而已啊爸爸 你确定吗 不是还有另外一个人吗 是还有另外一个人 是国王狮子李奥 哇 很荣幸能见到您李奥国王 猪爸爸假装他可以看到狮子李奥 您身上的金色长宗毛可真是威武啊 没错 气势非常威武 而且他还穿着他最好的裤子 哦 是啊 还有他的蓝色针织衫 糊涂的佩奇 李奥并没有穿蓝色的针织衫 他穿的可是他最好的绿色衬衫 我赢了 佩奇和苏西是最好的朋友 停 我又赢了 你肯定作弊了 我没有作弊 你偷看了牌对不对 我才没有偷看呢 我以后再也不想和你一起玩了 我以后也不想再和你一起玩了 哦 糟糕 苏西和佩奇他们吵架了 羊妈妈来接苏西回家了 佩奇和苏西说再见吧 我才不要和他说话呢 我也不想和他说话 哦 哈哈哈哈 他们会可好的 他们可是最好的朋友 这可不是玩笑 我们不再是最好的朋友了 猪爸爸做好了晚餐 佩奇 乔治 该吃晚餐了 是意大利面哦 发生什么事了 佩奇 佩奇和苏西发生了一点争执 哦 但是我真的有点想苏西了 嗯 那我们给苏西打个电话 你好 猪妈妈 佩奇能和苏西说话吗 你好啊 苏西 你好啊 佩奇 如果你跟我道歉的话 我们能再做朋友 很抱歉 我不该说你作弊的 其实你真的是作弊了 好吧 那我也很抱歉 你不再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哦 这没关系的 我很快能再找到一个新的最好的朋友 今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所有的孩子们都在游乐场玩 小狗丹尼和他最好的朋友佩德罗 一起在玩旋转圆盘 哇哦 乔治和他 佩奇的朋友们来了 你好 猪爷爷 你好啊 苏西 你们是来找佩奇和乔治一起玩的吗 是的 可我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 现在只有我 还有这两只蜗牛在这里 我们是贪吃的蜗牛 我们是贪吃的蜗牛 我们在假装自己是一只蜗牛 我们也可以扮成蜗牛吗 我觉得我这里的篮子好像不够你们所有人 哦 你们可以扮别的东西啊 在花园里就有很多好的选择 我扮胡萝卜 小兔瑞贝卡喜欢胡萝卜 不用了 瑞贝卡 不用扮胡萝卜 大家跟我来 这是什么声音啊 是从那间房子里传出来的 爷爷 为什么那个玩偶房子里面会发出汪汪汪的声音啊 那可不是玩偶的房子啊 佩奇 那个是蜜蜂的房子 它叫做蜂香 哦 看呐 这里就有一只 它在干什么 它正从花朵里面采集花蜜呢 然后它会再飞回蜂香 把花蜜酿制成蜂蜜 嗯 我喜欢蜂蜜 那我们就扮成蜜蜂吧 嗡 嗡 嗡 好的 来扮成蜜蜂吧 嗡 嗡 嗡 哇 勤劳的小蜜蜂们 是的 我们是勤劳的小蜜蜂 我们现在要回到蜂香去了 去酿蜂蜜 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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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啊 奶奶 我们是勤劳的蜜蜂 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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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雄医生刚才已经来给我们看过病了 她还给我们吃了一种很难吃的药 林药夫人 你现在可以唱歌了吗 当然可以了 哦 玻璃小姐有个娃娃她去 哦 糟糕 所有的大人都被佩德罗传染了 你好 我是棕熊医生 我是小猪佩奇 所有的大人都生病了 别太担心佩奇 我马上就来 你们大家好啊 都被佩德罗的咳嗽传染了 没事的 都排好队 然后张开嘴巴 这个味道就像是大奶糊和旧袜子 谢谢你来为我们看病 棕熊医生 当你生病的时候 谁来照顾你呢 没有人来照顾我 我从不生病 哦 糟糕 就连棕熊医生也被佩德罗传染了 不要太担心 再见 再见 棕熊医生太可怜了 他生病了 但是却没有人去照顾他 哦 谁来找我了 你好 我们过来照顾你了 这里有些水果 还有一个抗枕呢 你还要把这药吃了 哦 味道就像是果酱酸奶味道的淡奶糊袜子 我们还要为你唱首歌 咱俩苏西回来了 而且还带了饼干 太棒了 噓 太棒了 你有没有被别人看到呢 没有 呃 只有一个大人吧 大家注意 你们想不想喝点果汁配饼干呢 你说什么饼干啊 你刚才拿给朋友们吃的饼干呢 哦 苏西 怎么回事啊 我们进了一个秘密俱乐部执行秘密任务 可苏西把我们的秘密说出去了 哦 我能进你们的秘密俱乐部吗 拜托了 我一直很想加入这种秘密俱乐部 想要加入的话可不容易哦 你一定要说出那个暗号才能够加入 暗号是什么 皮肯尼嘟怒嘟 皮肯尼嘟怒嘟 你说对了 你现在加入了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 小心 猪爸爸来了 你去和我爸爸说话 但是关于我们的秘密俱乐部什么都不要提哦 有人吗 哦 你在这儿啊 杨妈妈 有什么事吗 呃 秘密俱乐部 哦 不要说 哦 我一直都想加入秘密俱乐部 我能加入你们吗 你不能加入我们爸爸 因为你是一个成年人 呃 我妈妈也是个成年人 好吧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加入的暗号才可以哦 暗号是什么 啪啪嘀嘟嘟嘟当 啪啪嘀嘟嘟当 你加入了 那我现在要干嘛 大家小心 猪妈妈过来了 现在去跟着妈妈 一定要秘密的进行 猪爸爸 哦 你好吗 猪妈妈 闻气味和捉迷藏有什么关系 我只要闻出你们的气味 就能找到你们了 很简单 嘿嘿嘿 我身上不臭啊 我昨天晚上明明洗过澡的 我知道啊 你身上的确很香 哦 嘿嘿嘿嘿 我就算闭上我的眼睛 也能准确找到你们 快试试看 闭上你的眼睛 把苏西找出来吧 太简单了 快点藏起来 苏西 一 二 三 苏西在找可以让她躲藏的地方 六 七 八 九 十 你藏好了吗 我要来找你啦 这次弗雷迪闭上眼睛再找苏西 她闻着小杨苏西走过的路 树的附近 端木丛后面 然后再回到山坡 找到你啦 哦 嘿嘿 这多亏了我 灵敏的鼻子 这可是个超级鼻子 是的 你说的没错 那么所有的东西都有气味吗 哦 是的 每件东西的气味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的气味是什么样的 你闻起来有股花朵和 你闻起来有股牙膏的味道 哦 你最喜欢的气味是什么呢 鸡蛋 你闻过的最难闻的气味是什么 是蓝纹奶酪 臭臭的 现在快到晚餐时间了 这个小家伙还在眨眼睛 你 出局了 乔治 你刚刚动了 你也出局了 理查德和埃德蒙都出局 所以最后是莎莎赢了 太好了 你赢了一块奖牌 它可是用真的金色塑料做成的 妈妈 音乐雕像的游戏结束了 非常好 现在来玩击鼓传花的游戏吧 好的 当音乐响起的时候 就要把这个包裹传给别人 当音乐停下来的时候 就可以拆掉一层纸 准备好 预备 开始 你怎么了 乔治 快把包裹传出去 埃德蒙得到了一块奖牌 你快点 理查德 你现在只要把纸拆开就行了 理查德得到了一块奖牌 乔治也得到了一块奖牌 快把包裹传出去 哦 糟糕 乔治不肯把包裹传给别人 不行 乔治 这块奖牌是沙沙的才对 是一只大大的玩具熊 最后埃德蒙赢了 妈妈 几肯传花的游戏也玩好了 哦 好吧 现在我们吃东西吧 太好了 哦 所有椅子都被小帮手们占了 苏西的玩具是猫头鹰 瑞贝卡的玩具是它的胡萝卜 胡萝卜 胡萝卜 斑马先生在看电视 这个才好看 我正在看别的节目呢 但是你看的节目好无聊啊 爸爸 斑马爸爸 你该去睡觉了 明天一早 你还要出去送信呢 那好吧 斑马妈妈 你们也不要玩得太晚了 晚安 妈妈 佩琪和她的朋友们把睡袋打开 苏仪的双胞胎妹妹们 祖祖和莎莎 也想和她们一起过夜 过夜派对只能让大姑娘们参加 知道吗 他们那么小 还很可爱 他们能留下来吗 那好吧 但是你们一定要保证 你们不能睡着哦 我们保证 哇 一架钢琴 我正在学钢琴呢 听着哦 一山 一山 亮晶晶 我能来试试吗 我有 一山 一山 亮晶晶 满街都是小晶晶 小声点 你们要安静一些 不然斑马爸爸没法休息了 现在 你们快点睡觉吧 那我们现在要干什么 一起过夜的时候 总是要来一个午夜大餐才行 那什么是午夜大餐 就是吃东西 但是要滔滔地吃 哦 我知道吃得在哪儿 但是我们一定要非常安静 嘘 苏西 嘘 佩奇 安静一点 斑马妈妈被吵醒了 小夫人 请问我们现在能住午餐了吗 佩奇 当我们到达山上时才能吃午餐哦 佩奇 你午餐都带了些什么吃的呀 一个红苹果 我带了个绿苹果 我们来交换吧 好啊 佩奇 苏西 你们都在做什么 苏西问我午餐都带了些什么 佩奇叫我跟她换个苹果 好吧 但请留些食物 等会儿野餐再吃 好的 领阳夫人 车子开到了山脚下 山路变得非常陡 车车加油啊 你做得到的 车车加油 好啊 佩奇和朋友们到达了山顶 快看看这风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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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在说话呀 是你的回声啊 什么是回声 回声就是 当你在山里大声讲话时 所能听见的声音 像这样 有趣的回声 野餐时间到了 哈哈哈 佩奇喜欢野餐 大家都喜欢野餐 鸭子在哪里呀 每当我们野餐时 它们总会出现啊 你可真是好笑 鸭子可不住在山顶上啊 哦 你好呀 太太 要不要吃点面包 哦 对了 乔治可以当我们的球筒 没错 那可是个很重要的工作哦 乔治要来当球筒 当球被打到远处时 他要去捡球 接着苏西 哦 没接到 球筒 谢谢你了 球筒 哦 球筒 谢谢你 球筒 球筒 哦 天呐 乔治不喜欢这个游戏 小狗丹尼 小马佩德罗 小兔约贝卡 小摩坎迪都来了 大家好 你们好 我们在打网球 我们在打网球 我们也能打嘛 但是球拍不够啊 哦 那我们来玩别的 我们来踢足球 好哎 踢足球 男女大对抗 两边都需要一个守门员 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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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马佩德罗和小兔 瑞贝卡当守门员 开始咯 哈哈 得分 小兔理查德得了一分 男生队会赢 这可不公平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呢 嘿 这可不行 你不能用手拿着球 当然可以 我可是守门员 加油 选我 得分 好哎 这一球可不能算数 算数 不算数 算数 不算数 可以让苏西来看我吗 小杨苏西是佩琪最好的朋友 我们来打电话问问她吧 你好 周妈妈 请让苏西听一下电话 你好 苏西 你好 佩琪 我感觉不太好 我脸上长了好多红点子 医生去看过你了吗 是的 走熊医生来过了 他说我看上去不太好 但是我非常的勇敢 所以你真的生病了 是的 是的 我不是在装病 我必须得躺在床上 棕熊医生还开了药给我吃 你药的味道真是很糟糕 我过来看你吧 我要穿我的护士装了 小杨苏西来看望佩琪了 苏西穿着一套护士装 小狗丹妮和小兔瑞贝卡一起来了 你好 佩琪 你们好 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不太好 苏西 我得一直躺在床上 怎么做才能让你感觉好些 你们可以帮我倒一杯橙汁来吗 好的 佩琪看上去还挺享受生病的 谢谢你 苏西 你感觉好一些了吗 感觉好点了 你可不可以问一下我妈妈 我能不能吃冰淇淋 还有瑞贝卡 你可以帮我从花园里拿一些花来吗 棕熊医生过来看佩琪有没有好一点 很好 护士小姐已经来了 病人怎么样了 我不是真的护士小姐 我只是在扮演 我明白了 那你介意我亲自去看看她吗 好的 请吧 我就说吧 你脸上的红点消失了 你已经康复了 所以我不再生病了吗 你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我应该要在床上再多躺一会 妈妈 妈妈 戴芬能不能睡在我的床上 床的两端更放一个枕头吧 好主意 佩琪 佩琪和戴芬分别睡在了佩琪床上的两端 好了 孩子们 快睡觉吧 你们明天会非常忙的 戴芬要去你们的幼儿园参观 哇哦 Dorme bien Dorme bien 在法语里的意思是睡个好觉 可是我一点都不困呀 那么我们来唱首歌吧 这样的话就会困了 好的 Fraire Jacques Fraire Jacques Dormez vous Dormez vous Sonnez le matin 大家伴随着戴芬好听的法语歌 进入了梦乡 戴芬来参观佩琪的幼儿园了 林药夫人 这位是我的法国朋友 小毛驴戴芬 Bonjour Bonjour Delphine 戴芬昨天晚上为我们唱了一首好听的法语歌 那我们也为戴芬唱一首歌吧 唱那首乒乓歌吧 是啊 就唱这首乒乓歌吧 我对这首歌非常的好奇 好的 We're playing a tune And we're singing a song With a bing and a bong and a bing Bong Bing Boo Bing bong bing Bing bong bing de bong de boo Bong Bing Boo Bong Bing bong bing Bing bong bing de bong de boo 真好听 我真的非常喜欢你们的这首乒乓歌 Bing bong bing de bong de boo 你好 猪爷爷 我们要出发了 非常好 非常好 猪爷爷和鹦鹉玻璃守护着海盗宝藏 让我们看看谁可以第一个跑到船上去 这是什么意思 跑到船上去吧 有 猪爷爷好 站好了 把你们的救生衣穿上 在狗爷爷的船上 所有的孩子都得穿上救生衣 那个狡猾的大胡子狗应该快到了吧 你可以先喝杯热茶 猪爷爷 哦 谢谢你 猪奶奶 终于要出发了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大胡子狗先生 我想去一下厕所可以吗 我也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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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久还没到啊 你好啊 狗爷爷 你刚才不是说已经出发了吗 是的 是的 我们快要到了 要把我的船员们聚起来太不容易了 现在起锚了 全速前进 准备大胡子狗 你还要去 我这一块来去 大海我这一块去 全海的狗狗在这儿 放下来一杯 准备靠岸 孩子们终于到达了猪爷爷的果园 我们的游戏就是 找到我的宝藏 但是不能被捉到 小海盗们要加油哦 小声一点 妈妈 我希望我的附近没有海盗出没 因为他们会想偷走我丰富的宝藏 佩奇和她的朋友拿到了一份宝藏 而且没有被抓住 这个是硬币巧克力呀 大家都喜欢硬币巧克力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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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羊苏西 小兔瑞贝卡 小狗丹尼 斑马苏仪 小猫坎迪 大象艾米丽和小马佩德罗都在 佩奇的朋友们都滑得非常好 佩奇也想要来滑冰 嗨 大家好啊 你好 佩奇 这是你第一次来滑冰吗 佩奇 是的 要我来给你演示怎么滑吗 不用了 谢谢苏西 我确定我可以滑 没问题的 好的 你快点 滑冰实在是太难了 我以后都不想再滑冰了 再也不要了 别担心 佩奇 每个人在滑冰的时候都会滑倒 就连我也会滑倒的 你看我 哦 天呐 好滑 淘气的爸爸 乔治 你想不想滑冰啊 不想 乔治从来没有滑过冰 所以他有一点害怕 我来看着乔治 你去教佩奇怎么滑冰吧 滑冰其实很简单 佩奇 就是用脚往前推 然后滑 推 推 滑 明白了 推 推 滑 推 推 滑 真的非常简单 我现在自己就可以做了 妈妈 推 推 滑 推 滑 干得好 佩奇 快看我 我在滑冰 佩奇滑得真的很好啊 没错 我是很好的老师 滑慢一点 佩奇 你这样会撞到别人的 别担心 妈妈 我现在很擅长滑冰了 哦 怎么停不下来 你好啊 苏西 你好啊 丹尼 你好啊 佩奇 你们这么做是错的 这才是正确的推筹签的方法 大家请往后站 准备好喽 开始 看着我 我像鸟儿一样飞起来了 我出不来了 佩奇卡在轮胎里了 这一点都不好笑 看上去确实有点好笑 我们必须把你拉出来 佩奇的朋友们都来帮忙了 好嘞 非常感谢大家 乔治 你想不想玩攀登架 攀登架非常高 乔治不喜欢爬这么高 对不起 乔治 我们一起去玩滑梯吧 好嘞 玩滑梯 佩奇喜欢玩滑梯 大家都喜欢 妈妈 爸爸 看好了 准备好了 走 乔治想爬上滑梯 你确定吗 乔治 这可有点高啊 好吧 我来帮你一下 哦 天哪 这对乔治来说有点高 别担心乔治 我和你一起滑下去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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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我们的小演员好 请各位家长不要照相 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式开始 奶奶一个人在家里 是谁来看望奶奶了 我是一只大灰狼 演得好 丹尼 哦 糟糕 丹尼忘了下一句该说什么了 奶奶 你得躲进柜子里面去啊 到柜子里去 现在开始 大灰狼假装自己就是奶奶了 哦 我的名字是小红帽 我要去看望奶奶了 您好 佩奇 爸爸 你不能在这里拍照片 我忘了 抱歉 佩奇 继续 我要去看望奶奶了 哦 你看上去不像我的奶奶啊 你的眼睛好大呀 哈哈哈哈 你的牙齿也好大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奶奶 你是坏蛋大灰狼 哦 救命啊 快看看是谁来了 非常的及时 猎人佩德罗来了 救命 救命啊 救命啊 真是太及时了 是猎人佩德罗来了 佩德罗有点害羞 佩德罗 需要我跟在你后面吗 是的 谢谢 你真是只顽皮的大灰狼 嘿嘿嘿 我救出你了 奶奶 嘿嘿嘿 谢谢你 演得好 演得好 演得太棒了 佩德罗 你演得真是太好了 嘿嘿嘿嘿 你好啊 苏西 嘿嘿嘿 你好啊 佩奇 小羊苏西来找佩奇玩了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 佩奇喜欢苏西 苏西也喜欢佩奇 她们是最好的朋友 佩奇 你为什么不和苏西 去你的卧室玩 好的 妈妈 乔治也想一起玩 佩奇和苏西喜欢在佩奇的卧室里玩 nein het 翘för 乔治也喜欢 嘿嘿嘿嘿嘿嘿 헤 不行 乔治 我们的游戏只适合女孩子玩 和女孩子玩 啊 你去玩你自己的玩具吧 aggggggg g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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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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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现在要挥动我的魔法棒啦 然后把你变成青蛙 乔治不喜欢自己玩 乔治想要一起玩 不行乔治 我在和苏西玩呢 你应该去别的地方玩 乔治想和佩奇玩 她感到有点孤单 乔治 我需要帮忙 我现在在做巧克力饼干呢 我需要你帮我舔一下这个碗 乔治喜欢帮妈妈做饼干 但她更想要和佩奇玩 我想当护士 你的车子两旁也有辅助轮 我骑的自行车可没有辅助轮哦 我也是 还有我 我们一起骑到山顶去 你要一起去吗 不了 我想我就待在这儿 一会儿见啦 再见 佩奇现在希望自己的自行车上没有辅助轮 爸爸 我不想在自行车上装辅助轮了 你没有它们能骑好吗 是的 好的佩奇 那就把它们拆掉 猪爸爸把自行车后面的辅助轮拆掉了 你确定你骑自行车时可以不用辅助轮 是的 可你之前从没试过 我可以的 我可以 我可以 一点都不好笑 没有辅助轮的自行车挺难骑的 需要帮助吗佩奇 当然需要 爸爸 那好吧 好 准备好 做好了 骑吧 不要放手啊 爸爸 别担心 我会保护你 你做得非常好 佩奇 搭紧了 爸爸 你继续踩踏板 佩奇能自己骑自行车了 不需要辅助轮了 爸爸 你怎么放手了 你已经一个人骑了很久了 知道吗 真的吗 你真的骑得很好 佩奇 是吗 哦 我真的做到了 看我 快看我 我真的会骑两轮自行车了 达尼 苏西 瑞贝卡 你们看我再也不需要辅助轮的帮助了 你们看一看 好吧 我们比赛骑到南瓜那里去 哈哈哈 佩奇的朋友们都在这儿 你好 佩奇 你们好 我们要进行骑自行车比赛 佩奇 你想要参加比赛吗 好的 只要我们是骑车下坡就行 好的 佩奇和她的朋友们要比赛骑车下坡了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在我鸣笛之后 你们就可以开始了 就像这样 佩德罗抢先出发了 等一下佩德罗 比赛还没有正式开始呢 对不起 猪爸爸 我就是想要你们知道 鸣笛的声音是这样子的 停 停 对不起 佩德罗 刚才那个是我的错 等下次我鸣笛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出发了 他刚刚说出发了 我觉得是 出发了 快走 佩奇 但是爸爸 你还没有鸣笛呢 现在是小狗丹尼领先 等等我呀 我赢了 赞得好 佩奇 谢谢 我非常擅长 骑自行车下坡 佩奇的朋友们 该回家了 再见 佩奇 再见 我们也该回家了 佩奇 妈妈 我感觉累了 一直骑自行车上坡下坡的 让我的腿感觉好累啊 我能坐你们的自行车吗 但是猪爸爸 要坐在哪儿呢 爸爸可以骑我的车 我的车非常的好 哦 好吧 我喜欢双人自行车 爸爸 你喜欢我的车吗 是的佩奇 她很不错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